刚换这个电源板 先把锅翻过来 翻过来把底盖打开 它有三个固定螺丝的 三个螺丝固定 把它卸掉 卸掉之后把这个底块板拿走 拿走之后你就看到那个电源板了 然后你先把上面的四个固定螺丝 先把它松掉 松掉之后 把这个新的放到上面 然后你在这里插一根线 你对应的接一个孔 插一根接一个 插一个接一个 这边的这几个插头也是一样 这几边有三个插座也是一样的 你拔一个一定要先插一个 拔一个再插 千万不要拔 因为它里面两个是一样的 你如果说没有分清楚的话 就把它搞乱了 你拔一个接一个接线也是 拔一个接一个线 这样就不会错了 然后接完之后 接完线之后 然后就把它重新放进去 对应的四个螺丝 对应的四个螺丝把它固定好 然后把底盖板重新转回就可以了 然后把底盖板重新转回就可以了 好 好